12月11日 陈冲在社交平台上宣布母亲因病去世 发长文悼念母亲 言语间满是遗憾 让人忍不住落泪 陈冲还晒出了与母亲的合影 照片里的母女俩双双看着镜头 面带温柔的笑容 老人家满头白发身形消瘦 难言憔悴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陈冲与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 这次母亲突然离世 对她的打击很大 陈冲表示 母亲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 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 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 也许她在等我 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里 陈冲的哥哥和母亲一起煎熬 几乎都没有睡觉 而身为女儿的他人在国外 无能为力 陈冲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他说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从这种遗憾中走出来 陈冲回想起曾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他记忆里的妈妈是那么温柔 每每想起这些 他的眼眶都会湿润 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陈冲能早日从悲痛中走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